那今天我们来实现类似于这种自拍五连拍的效果 那大家可能也能解析出来 就是这个技术大概是使用Flex Context的去保持人物的一致性 然后改变人物的姿势 然后再使用手为针的这种方式来生成视频 那所以说这个思路是非常简单的 但是真正做起来可能还有一些细节 那同样的我在Running Hub上给大家构建了对应的工作流 大家可以通过Running Hub.AI来访问这个平台 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了 大家可以搜一下有趣的80后程序员 然后从我发布的这个工作流里边去找一下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用到的这个工作流 第一个是我们的Flex Context的基础工作流 那我简单给它过一遍 大家注意我现在把这个节点给换了 我换成了Loud Image 它官方的工作流是Loud Image Output 那它们俩有什么区别呢 就是一个是从这个Input文件夹里边上传 一个呢是从Output文件夹里边上传 所以说寻找的文件夹是不一样的 这个看你自己需求 另外呢 我把第二张图片也给你去了 所以说这个节点其实可有可无 我们看一下主模型 这个就非常简单了 关键的三组件 主模型 我们的编码器 编码器和Wii其实和Flex没有区别 关键主模型要换成这个Context 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浅空间啊 是通过参考图片进行Wii编码得来的 那你要注意啊 这个浅空间除了被用来采样之外呢 同样会辅助我们来生成一个条件 那我们的条件 基本是靠提示词来实现的 但是提示词呢会参照我们的Latant 进行一遍条件的更新 然后呢才会进行我们的Flex Guidance 注意我们的反向条件是一个空条件啊 在Raw 完了之后呢我们进行采样 就可以得到对应的效果 那这里边比较关键的是一个提示词 提示词呢我给大家写了一个提示词工厂啊 大家看一下 我们是设计一个女性的五颜拍的五个动作 主要集中在手和表情 因为我们并不希望它是简单的拧拧头 另外我这对生成呢做了一些更加细致的要求 第一个就是数量 必须得是五个 第二个就是多样性 主要是避免它趋同啊 或者相似 第三个就是独立性 我们只描述人物的姿势 不去描述什么环境啊衣服 输出语言必须得是英文 格式呢是以make the woman啊开头 这样的话呢 其实和context的这个提示词呢是保持一致的 另外就是用英文输出每行一句 不要有额外的这个输出啊 所以说这是deep thick的输出 然后呢这是gemonite的输出 这个更加符合我们的要求 大家看一下连1234都没有 那你可以用任何一个来试一下 这个效果怎么样 那我们可以随便粘一个 我们进到我们的工作流里边 再粘上 好 下面我们跑一遍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是吧 好 我们可以再试一个 试一个deep thick的吧 我们把提示词粘到这儿 再采用跑一遍 大家看一下deep thick的这个效果也是不错的 对吧 所以说我们用这种方式呢可以生成我们需要的这个首尾针的图片 一旦我们有了这个图片之后呢 那下面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工作流啊 然后呢来生成我们对应的视频了 这是一个标准的VCE的工作流 当然这里边有一些优化的措施 我们简单过一遍 这是我们的配置啊 数据处理 上传首尾针两个图片 然后进行缩发 resize 完了之后呢是主模型的加载 那我的主模型用的是One T2V的14B的模型 这是我们的文本编码器啊 VE 另外呢我这开启了块交换啊 其实呢这可以不用开啊 因为我这帧数不是特别长 而是49帧 我们并不需要它有特别长的帧 因为它需要快速的动作切换啊 你用81帧反而呢效果可能不太好 另外的话呢就是 我这加了这个Self-Forcing的Laura啊 主要是为了让它采用更快一些 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VCE的模块 完了之后呢 我们把我们的参考图片啊 进行首尾针的编码 然后给到One Video的VC-Incode 然后得到一个嵌入式的编码啊 那这个呢我们会作为这个叫什么 Image in Bed啊 作为采用的输入 另外我们的提示词呢会作为 这个叫文本的迁入啊 输到采用器 那我的辅助组件呢 主要用了 CFD Zero Star和 SRJ 这个你自己看着用就行 最后呢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效果 大家看一下 所以说呢你只要把受尾针给它连起来啊 我们就可以得到 我们最终想要的这个效果 然后经过剪辑 加速啊 甚至变速之后 呃 那你可以得到非常好的一些效果 那么大家现在看到呢 那就是我们最终剪出来的一个效果 整个的视频的清晰度啊 啊 人物的表现啊 动作的一致性呢 都是非常强的 那大家看一下 用这种方式呢 我们就可以生成这种五连拍的视频 是不是很简单 好 还等什么 赶紧自己试一下吧 关注我 做一个懂爱的人